好 那個 我們接著上回就是爬過港哨以後呢 我們確認已經進入義大利 然後繼續往前爬 然後冒著要那個 走過一段 我估計也這個不遠 好像也就幾十米 然後我發現 我們都看見了前面是一條街路 平的路了已經是 水泥路了 與此同時我們發現 這地方有警車 然後我們兩個人趴在地上 不敢想 一聲不響 觀察對面的形勢 真的就是閃著警燈的那種警車 我們大氣不敢喘 趴在地上 然後有警車慢慢開過 我們大概躲了我估計 躲了一陣時間 然後又走到 走到這個街旁邊的人行道 從那個土路那個帶著樹林的小樹的那些地方 走出來走到街上 因為街上是沒有人 然後那時候走出來的時候呢 前面一輛警車剛開過 然後我們慢慢走過來了以後呢 突然發現前面又來有警車 因為警車都閃著燈了 所以我們就趴下 正好那個街邊呢 有一個公園的長凳一樣 我們兩個就趴在那個長凳後面 趴在地上 一通打氣不敢喘 一通不動 那警車呢 從那個彎口開過來 從我們面前走過 慢慢慢慢慢慢 閃著警燈啊 那個就轉啊 也沒有拉聲音嘛 只是咔嚓咔嚓閃著燈 然後慢慢慢慢又離開了 然後我們趴在這邊呢 發現啊 沒人發現我們 挺好 然後呢 我們觀察遠處呢 有個教堂 他呢好像是有 在澳大利亞有性教 就發現教堂呢 可能是我們喘息的機會 因為我們在大街上這樣 很容易被暴露 又有警車轉來轉去 那我們兩個就商量 他說他去 因為女孩可能 別人不會引起太多的警覺 會比較容易去幫助他 然後呢 他就冒了要過了街 在前面大概百十來米的距離 去了那個教堂 我呢還躲在原地 因為如果再有警車開過來 可能也還是老地方嘛 就不動嘛 然後他呢 去敲了門以後呢 就回過來 說 沒辦法 那個沒能開門 那怎麼辦呢 我們不能躲在這個地方啊 我們就貓著腰 開始慢慢慢慢 沿著那條街往前走 那 幸好呢 就是我們當然是很緊張 這個時候很緊張 因為隨時開過來一輛車 可能就會發現我們 我們 那街上沒有 沒有別的車 除了警車再轉有 其他車沒有 因為小城 小城市嘛 人少 然後 它就是一個敏感地區 一個邊境嘛 所以我們兩個 估計也走了 十幾二十分鐘嘛 慢慢慢慢看著前面有個 差道 比這個 這條那個 大街小一點的路 我們就趕緊往小路 小路緊 越小 小路們應該 警車也不會來 比較安全一點 然後我們走走走走走到小路了 小路呢 基本上都是居民街 居民的那個住所的地方 就有一棟棟房子 我們走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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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找到了一棟房子 就是 差不多建成的房子 但是沒裝修 沒有人 我們進去摸索 發現是一個人都沒有 上面都是那個 那個 完工的 還有一些那個 什麼工具啊 什麼什麼 反正是一個 沒有內裝修的 只是一個水泥 水泥殼的一個房子 這房子有二層樓 我們兩個就 終於喘口氣 因為你進了一個房子 是沒有人的 那至少不會被人發現 現在半夜我們去哪 沒地方去啊 你去哪裡都不行 街上沒人 除了警車 我們就會 比較容易被暴露 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 躲著這個 跑到二樓 那時候 就想 熬過 到天亮想辦法 可是那個時候呢 等我們產下起來 坐在這個水泥地上的時候 那時候這個 稍微就是放鬆了一點 沒那麼緊張嘛 在街上太緊張 然後 就發現非常冷 我們要熬到天亮 我們必須要熬到天亮 再冷也要熬 那時候冷了兩個人都 說說是抖 我們兩個人 我記得就是 盡量的去 我覺得好像是背靠背 反正拿的 拿的外套 那外套其實就是普通的夾克衫啊 就是薄薄的兩層的那種 裡面就是襯衣啊 那個普通的褲子啊 就是單層嘛 那半夜非常冷 然後我們那個時候呢 兩個人就靠著 把外套脫下來就鼓起來 就盡量去保溫 不要冷的受不了 然後開始就是這樣 在非常冷的情況下去 去盡量休息一下 去熬過兩三個小時 那時候我記得是差不多三點鐘左右 那時候可能天氣正是最冷的時候 那個半夜嘛 我們就這樣一邊休息一邊定神 一邊那個抗著寒 然後就是熬啊熬啊熬 好像我記得熬到早晨不到六點 開始天那有點蒙蒙亮 然後呢 他就去主動說他出去看看找找 能不能找到出租車 我說這有點早 他說我們也沒辦法也沒電話打 對吧 我想也是 那就他先去他說就附近走一下 我們不要兩個人出去目標太大 一個女孩子可能會比較好一點吧 我想想現在想起來 他的膽子也非常大 也是經過這麼多的事情 他沒叫過一聲 其實那個高牆上跳下來 高坡上跳下來 我們兩個都摔得很重 他也沒叫一聲 然後他就出去找 過了差不多二十多分鐘 也是二三十分鐘吧 他回來他說 他說我找到一家老夫妻 他們願意幫助我們去休息一下 然後他想找機會問他們借用電話到時候 行啊行啊 那反正那時候還很早 天那是稍微有點亮了 那時候應該是在六點半的左右 我記得好像是六點半了 天那是已經有點亮了 太陽是沒出來 天是亮 可以走路看得見 但是街上是沒有人 一個人都沒有 我們倆就匆匆忙忙 小步的看著前前後後 沒什麼人嘛 其實也不遠 大概也就一百米左右嘛 就是走過幾棟房子 那一對老年夫婦 然後很熱情的接待我們 那時候我們真的是覺得 喘了氣了 到他們家裡也比較安全嘛 也沒那麼冷 然後他們還給我們準備早餐 我們之間呢 語言不怎麼通 我呢會說一點點 那個時候我記得我能說一點點英語 然後反正連手是帶說的 反正沒有什麼特別大的交流 老夫妻很慈祥 好像都是六七十歲的樣子吧 六十幾歲不到七十歲的樣子 然後我們就吃了早餐 其實我們真的是 又雞又餓又困又冷 反正又緊張 忐忑不安嘛 忐忑 心裡 但是已經很好了 現在到了這個地步 已經非常好 完全出乎我意料 因為我本來原來覺得是很容易一件事情 然後 然後吃了早餐 然後呢 他呢跟 跟房東說了 要打個電話 叫出租車 然後呢那個房東呢 去幫我們打個電話要出租車 那個地方 我們想儘快要離開這個城市 但是我們不知道怎麼離開 只能叫出租車 然後不到二十分鐘 出租車就來了 然後 結果呢 就是我們上了車 跟出租車說 我們一想 然後我知道 大家知道地圖嗎 因為我意大利也去過很多次 就說 維尼斯亞 維尼斯亞 維尼斯亞就是維尼斯 意大利語 維尼斯亞 然後出租車就說 差不多 他當然說的里拉的價格 實際上就合差不多四百美金 那我們按話不說好好好 沒有問題 那就 坐上出租車 而且還很緊張 因為這個地方出租車的車子都很少 我們又是亞洲人 這真的很敏感 所以萬一有個警車 一看有亞洲人下來問一下之類的 所以我們還是很緊張 然後我們就 想辦法就 臉不上 不忘街上多看 就盡量不要讓別人認出來 我們是亞洲人 就是這樣 出租車一路開 慢慢慢慢 離開了這個 這個小城市 我們覺得 一旦離開就覺得 鬆了大半口氣 我記得可能出租車開了我們大概 有兩個多小時吧 兩個小時多一點吧 應該不到三個小時 因為這個距離大概也就 因為有小路嘛 可能不到三個小時 因為從小路再開到公路 再一直開到威尼斯 開到威尼斯的市中心 我還記得很清楚 放我們下來 我們終於 在威尼斯市中心了 我們兩個 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那時候還是很緊張 笑不出來 然後我們就找了一家 那個 小的那種咖啡吧嘛 坐下來喝個飲料 然後兩個人 他說他要去找他的親戚 我說我 到時候 我就回去了 那個兩個人就 說了再見 也沒有留名字 也沒有留弟子 一百個都沒留 他 就走了 我呢 也喝完了咖啡也就 準備離開了 其實這事情呢 就到此 結束了 一切都成功了 自從那次離開以後 我們從來就不知道 任何對方的事情 也沒有聯繫過 也沒有想過要聯繫 什麼沒有這事情 一晃這麼多年了 我不知道這個視頻 放在YouTube上面 是不是有一天他會看見 我覺得這冷生對我來說 非常豐富 我有很多很多精彩的經歷 我覺得這個算是沒有白火 好 謝謝大家